Chua Chua Yo Kudo Hi 我是Mina敏兒 今天我們要來拍一支Vlog 叫做40 Facts About Me 那麼就從第一個問題開始回答吧 Let's go 我的韓文名字是Mina 我的中文名字是Mina 我的英文名字是Joyce 我現在在韓國是21歲 但是在台灣的話 我是20歲 我來自高雄台灣 我現在是就讀成軍館大學 是在首爾的倫文小區 因為成軍館大一是不分系的 所以現在是 但是到大了的時候 我應該會選Culture and Technology當我的科系 我在美國讀的高中 所以在那邊待了三年左右 美國高中畢業之後來到韓國 所以到現在應該已經要有 兩年多了 因為我想要有一個獨立自主的生活 再加上我對韓國文化非常感興趣 所以就來到了韓國 我在嚴世大學松島校區讀了半年的語學堂 從初級二到中級二 讀語學堂的時候 收到了高麗大學的錄取通知 在2018年3月的時候 進到了高麗大學市中校區 就讀媒體文藝創作專業 因為在高麗大學讀的專業 跟我未來想走的路不太一樣 所以在4月的時候 退學 然後再重新申請大學 在6月的時候 收到了成軍館的錄取通知 我應該是不會讀研究所 因為太貴了 對,我想在韓國就業 我的夢想是當一名節目作家 在韓國電視局工作 我是從去年的時候 開始在滴卡上發文 寫的文章都是關於韓國大學 韓國生活這一類的文章 因為當初來韓國的時候 在網路上並沒有太多 關於韓國留學的資訊 所以想作為唯一一個開端 提供資訊給之後想來韓國留學的人 二評的話 因為我覺得他有他的想法 那可能他不太同意我的觀點 但是因為我有自己的想法 對吧,我覺得互相尊重 是特別重要的 我一天的花費通常是 在吃的上面 那麼可能就是午餐或者是咖啡 那麼這樣加起來的話 應該不會超過一萬塊 我唸韓文的方式就是 多看韓國電視劇 多看韓國電影 然後多唸韓文書 最大的挫折就是 開學的時候想進陳軍環的新聞社 雜誌社、放送局 但是呢,我去面試的時候 他們都給我一種 因為你是外國人 所以你不夠格的感覺 當然最後都是以失敗收場 那這就是我最大的挫折 一開始家人都是反對的 他們覺得我是來這邊玩 其實不是在來認真讀書的 但是在經過我 不斷的勸說 不斷的說服之下 他們最後還是 就是統一讓我來韓國讀書 平日在家就是 看劇、看電影、看書 週末的話 因為要打工 所以沒有什麼太多的休閒娛樂 我現在是在一間飯店打工 然後是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 我想推薦的一本韓文書 就是 雖然相似 但是想吃辣炒年糕 我覺得這本書很適合給 就是可能心理疾病 或者是有憂鬱症的朋友看 可能讀的時候 就會感到心靈的慰藉吧 我想推薦給你們的景點就是 中路區 因為我們學校就是在這邊 然後這附近 保有很多韓國歷史古蹟 你可以看到很多韓國歷史的痕跡 所以可以來這邊看一眼 我最喜歡的韓國食物就是 湯飯 因為我喜歡清淡一點的 然後又比較饒冷口味 我如果去Noreban的話 我通常要嘛就是唱很high的歌 要嘛就是唱很傷心的歌 而很high的歌呢就是 Somino還有Ziko的Oki Doki 然後很傷心的歌 那就是Nore Sarajana 這種類型的 我有一個大我兩歲的姐姐 然後還有一個小我七歲的弟弟 他們現在都在美國念書 想家的話 我通常都是打電話給我媽媽 然後跟她講我一整天發生的事 我通常是寒假暑假各回去一趟 然後可能在台灣待一兩個禮拜 就可以去美國待一個月 但今年的話因為要上Kajoraki 所以的話可能就不回去美國 就在新年的時候回台灣十天左右 我的優點就是我可以親聽別人的話 就是當對方的垃圾桶 他想講什麼我都會聽 我的缺點就是太過於固執 因為是金牛座 但就是想做的事絕對要做到那種個性 我如果心情不好的話就是一個人跑到釜山看海 因為看海能得到一種心靈的平穩 我的理想型呢 我覺得外貌的話可能就是肩膀寬 然後個子超過180 內在的話可能就是不要太刻意的禮貌 然後講話搞笑的男生 今年目標我覺得應該每一個女生都一樣 減肥 剩一個月了 我一個朋友跟我講過這一句話 他說 如果好的話那就是一個回憶 不好的話那就是一個經驗 覺得這句話蠻好的 所以應該算是我的人生作用 剛開始來到韓國的話會很難適應 因為在電視劇看到的跟現實生活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慢慢的你去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 去了解這個國家的人之後 你就會比較容易去融入這裡的生活 那麼以上就是我的Footy Facts 之後會出份作關於留學生活的Vlog 希望大家能多多關注啦 出來出來喲 活動